小肖就是你现在是体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未难情绪 然后就有点这种退缩的这种状态 我认为这个确实是不太恰当 就说在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 你在态度上你不能这样 你自己有现实困难可以理解 但你在态度上是不能说的 为什么不能说 我认为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你是他侄子 这也是最亲的的 你也姓肖啊 对吧 所以说作为亲人来讲的话 这个时候不帮 什么时候帮 第二点 这个事情确实不是你的责任 但确实跟你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也不能退缩 第三个理由 你毕竟跟所谓的包工头也好 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要不然你不会把它介绍到这边来做事 那么你既然是一个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 那么你在调解他们之间的各种纠纷 或者是协调工作上 你可以更加的发挥作用 你姑姑毕竟跟他们都不熟 对不对 那他就是明显的一个对立方 就是要申请自己的权益 对不对 那么他就很难去跟他们去交流 而你是一个相对来说 既了解这个行当 你又是一个中间人 所以说你应该在这个当中发挥你的作用 交通造势可能你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但是在这种劳动仲裁关系方面 工商赔偿方面 你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个方面你应该当人不让 亦不容辞 我认为你不能退缩 最后一点 你是年轻人 姑姑毕竟年纪比你大 年轻人说句实话 不管从经历上来讲的话 从各种方面的这种 关系方面去处理方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有优势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应该好好的去帮帮你的姑姑 这么四个理由 我觉得足以让你不能退缩 应该勇敢向前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把这个态度 把这个行动拿出来 有助于你姑姑 摆脱这种焦虑的心态 这样的话能更好地去 理性地稳妥地去处理各种关系 最后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 律师从法理上告诉了萧女士 后续该怎样去问责维权 拿到相应补偿 另外几位老师 也从情理上 对姑子二人 事情怎样一步步处理 做了相应指导 希望他们能够更加明晰 接下来 密室环节展开 萧女士感叹 自己现在真的是迫不得已 才拖住职责 观察员廖祐认为 萧女士还是应该理智行事 其实这样对侄子 萧女士也心有不忍 只是她现在真的很需要帮助 此时侄子小萧正在密室另一边 与观察员舒瑶瑶进行交流 她认为自己一直在尽力而为 舒瑶瑶告诉小萧 通过司法援助的方式 或许可以帮助她姑姑 节省一笔维权费用 此外 她还给了小萧一个有力的建议 而且我还建议 可以做做你姑姑工作 她那个造势司机 她不是要谈谅解吗 假设她给她30万补偿 是为了我免除你的刑事责任 没有 是所有的事情都处理 经济责任也免除 对 总共差10万 那你可以这样谈 最终以刑事负担名 是确认的赔偿金额为限 如果90万 去保险公司赔的 不足30万 那就按30万算 超过30万 那叫她再补 你可以这样谈 不是说30万 这个就是固定的 这个可能就需要 你们年轻人去斡旋 就不要太通过 极端的方式去 因为这个 本来就是有究竟途径的 如果你方式太极端的话 很难跟这个 造势司机达成谅解 舒瑶瑶建议 小萧和姑姑 可以用合法合理的途径 与造势司机方谈判 争取最大的补偿 此时密室另一边 廖锡玉向萧女士 提出了一个想法 没想到触发了她的情绪 萧女士控制不住 哭了起来 还有一点 你要听我们的劝 尽早把丈夫安葬 路途为安 好不 马上就过年了 谢谢 真的在这里来 听到这么温柔的话 这是我这几个月来说 说的最大的安慰 我这么多月来 我受了很多 很多委屈 是没有人能理解到你 也许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萧女士需要的 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她更需要有人宽慰一下她 毕竟她只是一个 弱小的女人而已 回到调解现场 她还会怪罪侄子吗 她们会怎么面对对方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一起回到场上 关于接下来 固执二人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 大家想法有没有改变 说一说 好的 我现在思想也有得改变 下面其实我是在无助中 而做出了一些固执的思想 有些不对的地方呢 我也希望你理解 也希望你能够了解 而且我也希望以后的 我们的颜色路上 情形不变 对不起 这个我今天说话态度里 也不是很好 到时候需要我有什么的 要去干什么的 有什么的 我都会 你叫我我就会过去 到时候来 这个经济上面 能够帮助你的来 我也会尽量帮助 好的 好的 希望相夫能够理解就好的 这要是这样就可以 我过不怪你 好 后续我们尽快调解 廖阿姨也会协助你 给你一些尽可能的帮助 好吗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时六小时 调解结束了 萧女士接下来要面对的 是更长更难的维权之路 希望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估执二人 能够合力拧成一股绳 一起分担 一起面对 相信在司法各部门的帮助下 情理法的光芒照耀下 她一定能为自己 为逝去的丈夫 讨回应有的公道 也相信在亲情的陪伴下 他们的维权之路 会走得更加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